Hello,大家好,我是Yan 今天和大家分享用芦苇来种蝴蝶蓝 讲讲我用的方法和用了之后的效果是怎样 现在看到的这些是比较浓缩的芦苇汁 因为我用的比例浓度加强了 一枝大概这么大的芦苇 我预备给一公升的水来稀释 一枝这样的芦苇,将它加一点水打成熔 然后隔了渣,就变成现在这么多 这个杯装满了是一公升的 所以稍后我就会加点水 加满它,然后直接浸一些蝴蝶蓝的根 蝴蝶蓝即使是水培或者是植料种的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护理你的蓝花 芦苇本身对人的好处,护肤各方面有很多 它也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 用在蓝花身上可以让它们生长得健康一些 加速一些根的生长 有很多好处的 以前我也有分享过用蝴蝴来刺激它们生生的根 当时用的浓度就比较淡 因为初时不敢用太高浓度 现在我试过几次之后 发觉原来这样的浓度都可以的 而且效果更加明显的看到 现在面前这里有两棵蝴蝶蓝 因为这里是两棵放在一起的 这两棵蝴蓝呢 我就用半水培的方式来种的 它们现在的根已经很干 表面看起来很干 但是看到它的根还是很粗壮 像脏糊糊的 而且呢 那些叶也是很硬正的 没有缺水这样的迹象 也都看到它在老花井上面 也都有一些新的牙齿 那我不知道它是会生花啊 还是高啊 因为上段时间很热 那现在也都看到呢 这里有一点仔 预备生生出来的叶 其实这两棵花呢 开完花不是很久的 当时我就用涂空植料的方式来种 一路等它们的根稳定了 也都差不多开完花了 那我才将它所有的植料清走 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种 由于它两棵花是相同品种的 那我刚巧有这么大的容器 所以就将它们放在一起 那另外呢 这里也都有一棵 这棵呢 用的奴会时间就比刚才那棵早一点 所以现在看到它的效果很明显很漂亮 看到很多新的根尖 在那些根上面生出来 它原本的根呢 也都保留得很多 脏糊糊糊 肥嘟嘟 那样 幸好没有受到早前很热的天气影响 那它一样很健康 所以半水培的方式来种蓝花呢 尤其是蝴蝶蓝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第一就是说很干净 第二就是说你可以因应天气来到控制给水分 它们 有时植料种的蓝花呢 比如 今天淋了水 明天它下雨 后天下雨 那你就会很担心 它会烤坏一些根 那半水培 或者水培的方式呢 你就完全可以避免 被那些季节 天气的影响 改变来影响你的蓝花生长 那 现在这棵看见它的根呢 表面都是很干的了 通常我对它们的护理呢 就是 比水时间就是 隔一天浸水 很简单 隔一天浸水 那比如说 昨天浸了水 今天天气又潮湿 那你看它的根表面都比较湿润的 那你就退遲一天才浸水 那通常浸水 浸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 没问题的 你将所有水倒走它 那就进行慢慢 挪根的状态 看下 它也都有一扇新的叶在那里 生在村里 整棵花是非常之健康 那 刚才的这些 奴桧汁呢 我就加一些清水 就可以变成可以直接浸根的奴桧汁了 那这个杯是装一公升的嘛 其实又不需要太刻意很精准 因为其实奴桧用来直接 塗它的叶或者根 我都试过很多次 也都不会有不良的反应 就是用芦荷的这些切口 直接用这些黏液来塗它们的叶啊 根啊 都不会说 会不会太浓的 是没试过说太浓的 所以现在我把它稀释到这样的程度 直接就倒入那些根里面 把芦荷水直接倒入去浸它们的根 浸到那些最底下的叶的下面 就是说在头的下面 把所有的根都浸住 这样浸一两个钟都没问题 浸完之后呢 把那些水倒走它 那就可以了 我亦都没有说拿去沖清水 没有的 不需要沖清水 因为通常就算有时候 用芦荷直接擦它的叶呢 我都没有说再清洁它 由得它自己慢慢吸收 这样就可以放在一边 让它吸收一下那些芦荷 那这棵也是 可以直接这样加到它干的根里 有些朋友说 怕不怕会造成烧根呢 那芦荷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 不需要担心 我每一次都是这样 让它们的根干了 我才会浸它们的 那些根是干的 反而还加速它们吸收 如果你用的是化肥 那我想就要弄濕些根 然后才加肥料 让它们就安全一点 那如果你是自制的有机肥 我相信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干的根 或者植料里面 那这里有一棵 就用桃粒来种的 内外杯交替来种 这棵蝴蝶 整个夏天它都是放在室外的 我有个露台 尤其早前这么热 幸好就将它们放了出去 所以植料种的这些 大部分都很安全地度过了一个 盐下 现在看到它呢 在这里有两点生的根 是两点来的 两点生的根在生中 另外呢 在头 它的头那里呢 也都有一条 新的根在那里生出来 旁边绿色的那一颗仔 应该是苗来的 如果它长得成呢 它就在头的旁边另外生一棵 又苗出来 那现在看到它的根呢 颜色比较深 很明显就是接触到足够的阳光 看它的叶呢 好像想说它是过多的阳光 哈哈 那都没办法 因为 它们摆在室外呢 有时 遇到太阳比较 太阳比较 那一天 它们就晒得多了一点 那都没办法 我又懒得去耳它 那另外呢 这里也都在原本的花巾上面 生了一个枝花芽 这个呢 我是没有塗过的东西 就是说没有塗出的芽 它自然地自己生出来的 它开完花不是很久的 那么 也都浸了芽汇水 刚才是给芽汇水浸过它们 直接浸植料 然后就浸完之后 就拿起它 把它放到套杯里 平时就是这样种 那现在这两个杯呢 其实是不同大小的 外面这个杯大小小的 所以呢 形成有些那位 有些那位在那里 让它通风的 嗯 嗯 刚刚看到它里面 也有很多水器在那里 那也都可以说是 不足够通风 如果放在室内的话呢 就不应该吐住它了 因为 尤其是蝴蝶囊呢 通风真的很重要 那由于我的棵是放在露台 所以我可以吐住它 那现在看一下这两棵 这两盆也都继续在那里浸浪汇水 再看一下它 那些筋很漂亮 现在浸了浪汇水呢 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 刚才也看到它的筋是很健康 很多新的筋尖在那里 所以我其实很推荐大家 如果你花多的 在家里种回一两盆奴灰呢 对你很有帮助 嗯 因为奴灰本身就比较 安全的物品来的 因为有些品种可以吃的 是不是 护肤品也都用到奴灰 这样东西 所以种一棵在家里 是随时拿起都可以用 那我就没有去皮的 切了出来之后呢 它新的箱口会有些黄色的液体 所以呢 切了这块奴灰出来之后呢 我就会这样冻住它 让它的黄色液体 留走了一部分 然后才把它切到一块块 用搅拌机打溶它 这样就可以了 一块这么大的奴灰 就刚好 对了一公升的水 浸了这两棵 那可不可以重用呢 这么说 嗯 我 有时都会重用的 因为 我的蓝花有这么多呢 两棵已经用了一个 所以我 很省着那些奴灰来用 我会重用的 尤其这些花已经种了 稳定了的 水培的这些 没有植料在那裡 如果有植料那些 那些浸过之后呢 我就不会重用那些奴灰水的了 因为怕那些植料里面 有其他的菌 比较多了 那但是 嗯 水培的 大家都看到它 它当时很健康很漂亮 是吧 我觉得 是干净的 那我可以重用 一两次 是啊 我比较省的 哈哈 因为奴灰 种起来都挺牙地方的 而且长得很慢 很喜欢看它们新的根 那大家就不妨试一下 除了奴灰之外呢 其实 都有很多可以刺激它们生根的方法 我 我的视频里面也介绍过很多 其实 效果都有的 只是看 要配合季节 以及 你 你够不够耐性去用 因为用一次半次 效果可能会很迟才看到 嗯 现在这些浸炉 如果是这么浓的浓度 我想三四个星期用一次 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你稠淡一点 我想你隔一个星期浸一次 那是 我觉得效果都挺明显 而且应该是安全的 如果有时间的 也都用奴灰水 来抹一下它们的叶 底面都抹一下 那相对来说 对它们的叶呢 也都起到 很好的作用的 叶身会硬挺 和令 帮它们吸收多些营养 那 所以 奴灰呢 我很推荐大家 试用 那好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的经验 希望对你种兰花有帮助 多谢你收看 拜拜